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恐惧的对象变得更为广泛 尤其是人类极其丰富的想象力 和特有的象征性思维 令恐惧更是无处不在 无事不有 恐惧是思想的一种强而有力的形式 恐惧是由身上线素分泌产生的 它能够麻痹神经中枢 影响到血液循环 而这些东西 反过来又会影响肌肉系统 因此恐惧影响着整个生命存在 身体、大脑和神经 这些影响包括身体的 精神的和肌肉的 害怕、不安、担心、恐怖、惊吓 惊慌、担忧、犹疑、胆怯、困扰 不安全感、忧心忡忡、沮丧 惊恐不安、惊骇、警方失踪、畏惧 战律、大祸临头、末日将至 这些人类社会描述恐惧的词汇是多么丰富 足以证明恐惧的普遍存在 可见人类战胜恐惧的任务是何等艰巨 当我们全心全意只是想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到恐惧 如果我们能够将注意力转移到别人身上 恐惧就消失了 总而言之 恐惧是一种过分的自我关注 当然 战胜恐惧的方式是对于力量的认识 被我们称作力量的这种神秘的生命力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样并不影响我们使用这种力量 生命就是这样的了 儘管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 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但是我们却知道 这是一种运行在生命体中的主要力量 只要遵循这种力量的法则和原理 我们就足以让这种生命的能量 好像滔滔江水那样涌入自己的胸怀 提升生命的潜能 从而最大可能的释放精神 道德和心灵的功效 如果我们不知道电是什么 但是我们却知道 如果循电的法则 电就会成为我们听话的仆人 它可以照亮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城市 令到机器发动起来 而且在其他方面为我们服务 人类对于真理的探索 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运作 是系统化的进程 不再是盲目的探险 经验在承认之前 我们都能够在意识中得到指引 最近究底 所谓的探索真理 其实就是在探索中极动因 回顾人类发展时 每一次经历都会有一个结果 一旦我们可以将经历的原因确定 就能够据此有意识地加以控制 如此一来 我们自身一切的遭遇 都可以在我们的展望和掌握之中 按照这种说法 人生绝对不是一场命运的球赛 人也都绝对不是制欲的玩偶 我们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制欲的舵手 就好像司机驾驶火车和汽车一样 劳劳地压着自己人生的态盘 世间万物都流转在同一个体系 彼此之间绝对不是彼此孤立 或者是相对的 它们之间都有着千丝万流的联系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物质世界中存在着不计其数的对立面 一切事物有不同颜色、形状、大小 有两极、还有内外 有肉眼看得到的 也有我们肉眼没办法观察得到的 其实都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称呼 而赋予他们不同的名称 所有这些东西都只是表达方式上面的差异 一个事物有两个方向面 比我们冠以不同的名称 实际上这两个方向面都是相关联的 绝对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 而是这个整体事物的两个部分 精神世界的法则与此无意 就好像我们经常用的两个词 知识和无知 其实无知只是知识缺乏的一种状态 讲到底它们都是在表达一的意思 同样的规律在道德世界中随处可见 善与乌 善是有意义的 亦都可以被触摸和被感知的 而乌呢 无非是一种反面的状态 善缺习就变成了乌 儘管有时乌同样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但是它就无法则可循 无生命 缺乏活力 总是被善摧毁 就如同光明驱走黑暗 真理打败谋论一样 当善现身 乌就会灭绩 因此在道德的世界中 只有一个法则 就是善了 在精神世界中也都同理可证 就好像我们讲到的物质和精神 听起来似乎是两个独立的实体 但是无用之意 精神世界中也只是存在唯一的法则 就是精神的法则 物质是不断变化 更新和替代的 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面 一日和一千年 本质没有区别 而精神却是永恒真实存在的 如果我们都是地住一个大城市 见到高楼大厦 见到居水马龙 见到霓虹闪烁 这些物质文明 都一定不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人 可以想象和企及的 如果我们的子子孙孙 在百年之后依然站在我们今天的位置 看这个物质世界 他们会对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依然毫无概念 因为今天的一切 一早就在历史的场河里面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个唯一的变化法则 依然可以通融于动物世界 成千上万的动物 在过完自己短短几年的生命之后就消失了 植物界亦都是 有很多植物 有着檀花一然的光景 仅仅拥有一年生命的草本植物 或者只有在无基世界中 我们才可以期待永久一点的存在 然而沧海桑田的变幻让我们无奈 曾经的洶涌大海如果变成了陆地 曾经的平湖如果送立在高山 站在大峡谷面前 我们会无限感慨被冰川吞吐之后留下的斑斑理迹 我们时刻处于信息万变之中 变化的根源来自于宇宙精神的演变 万事万物都逃不过这个最初的体系 物质不过是精神借用的一种形式 一个条件 本身是没有任何原理和法则可言的 主宰世界的唯一法则和原理就是 精神法则 就是这样 我们完全可以读定 精神法则通行和主宰了物质世界 精神世界 道德世界 和我们人类的心灵世界 是唯一和不可替代的 要知道 精神是处于静止状态的 是静态的 人类的思考能力 是它作用于宇宙精神 而且令到宇宙精神转发成为动态心智的能力 精神的运动状态 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动态心智了 要运动 就必须具备充足的动力燃料 食物就是这些燃料的物质形式 一个人不吃东西就没办法思考 精神的运动行为 也都是我们所说的思维过程 如果不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 当然也不可能转化成为快乐 和福祉的全员 因此 人要思考 要让宇宙精神发挥作用 就必须借助食物 这种物质形式提供能量 那就好像要将电力转发成动态能量 就首先需要一定的能量创造电力 要想让植物冲状生长 就必须借助阳光提供能量 讲到这里 你应该已经明白 思想从不停止地在客观物质世界中成形 尋求表达的出口 即使你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你都绝对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 你强大的 积极的 颇有建设性的思想 会体验在你的健康水平 事业经营的状态 以及你的生活制御中 而你那些负面的 软弱的 具有破坏性的思想 也会在生活中带给你恐惧 不安 忧虑的情绪 让你的生活变得困顿 褪丧 在你的事业 以及感情中 产生不和谐的音符 力量产生财富 财富只要被赋予力量的时候 才会真的变得有价值 世间万物 都表现为一定的形态 以及一定程度的力量 精气 电力 化合力 重力等原理 都无一例外地 重复论证着这个因果循环的真理 它让人能够大胆无畏地制定 而且执行计划 自然法质统治整个自然界 然而 精神能量和自然物质的能量是并存的 所谓的精神能量 就是来自我们人类心灵 和心理的力量 我们学到的知识 来自小学 中学 乃至大专院校 都只是我们精神能量的发电站 是用来开发我们心灵潜力的地方 除此意外 没有任何持续性的价值 要想让看起来 笨重的庞大机器运转起来 就需要有很多发电厂 为它提供能量 人类发掘了很多原材料 被转发之后 可以增强我们生活的舒适度 与此类似的是 我们的精神发电厂 也都需要沉密这些原材料 同时加以开发培育 最终要转发成远高于一切自然力的能量 这样看来 比起这些看来神奇非凡的自然力 精神力量似乎显得更为伟大和高深了 这样 精神发电厂需要沉走的原材料 到底是什么呢 是什么材质 才可以最终转发成 能够控制其他一切能量的力量呢 这种原材料的静态形式 同动态形式 分别就是精神和思想了 这种能量存在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 超越一切 它令到人类能够发现自然界的法则 令到人类可以开发 和利用自然界伟大神奇的力量 跨越时空的距离 占星重力原理 这个就是人类几代人 又或者几十代人的辛苦劳动 都没办法成就的 思想充满能量 不断发展 自上半个世纪以来 它就创造了无数看似不可能的奇迹 在前50年 甚至是前25年 都没办法想象 如果精神发电厂在这50年之内 就制造出这么不可小趣的辉煌 这样可以推想 下一个50年之后的我们 又将会站在一个怎么样的高度呢 万物资源 无限广大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我们知道 光传播的速度是每秒186,000英里 宇宙中有很多星球上的光线 经过2000多年才到达地球 而光的传播形式是光波 光线传播的月态只有连续的 光线才可以穿越那些漫长的距离到达地球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 物质产生的本源 也就是月态 是普遍存在的 在形式上又如何体现呢 联系到电学中来说 我们将电池的两極 銅和新的两極连接起来 就形成了电路 电流在其中通过就产生了能量 其实任何事物的两极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同时还因为所有事物的外在形态都跟其震动频率有关 讲到底就是原子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改变事物的两极 才可以期望去改变客观环境中的表现形式 这就是所谓的因果循环 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充分意识到 一切事物的表象都并非真实 地球不是静止的也都不是荒的 太阳没有妖地运行 天空也都不是我们看起来这么巨大 星星并非只有一点点微弱的光芒 物质也都不是好像我们所认为这样静止不动 而是处于永恒的运动状态之中 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 总有一天或者就在某个分晓时分 我们知道了越来越多宇宙精神的运行原理 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都会因此而作出调整和改变 这一日 指日可待 心灵训练 我们一早已经习惯通过每日的进食 来源源不断地给身体提供所需要的养分和能量 在吸收精神食量方面 我们当然也需要多一点的耐心和坚持 今次你们可以尝试每日花上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来做集中宴念的练习 全身心地沉浸在你的思想所可以触及的客体中 不接受外部任何刺激和影响 记住一定要专注要投入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